今天的比赛首先介绍蓝风选手陈红锐登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请红方范庚华登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 artist 现在为各位带来第一時間男子轻重量级的比赛 首先介绍蓝方选手身高1米65体重197 年龄31岁掌声送给代表个人出赛的陈鲁硅 他的對手洪光 身高1米68T重185磅 年齡29歲 掌聲歡迎iFighting 即使是格鬥運動館的范根華 場上裁判Virfin Jeff Jeff Liu 比賽開始 我是台灣UFC解說Camp 鄭宇哲在我身旁的是進行式格鬥館的職業選手何浩雅 這場比賽相當有意思喔 因為范根華過去原本在業餘的其他的聯盟也曾經拿過冠軍喔 但是他當時是一個雨量級的一個體重就是66公斤左右 那據說他在短暫的退出了格鬥圈 這一次又再度復出 浩雅你怎麼看這樣比賽的一個戰局 范根華就是阿華他也是我的訓練夥伴之一喔 那他的專長背景是閃打跟戰力技喔 但是他柔術也有藍帶水準 對手這個陳宏睿他是以健身教練跟拳擊為主的職業喔 他有打過一點拳擊的總統面 阿華直接進入抱單腿的位置喔 抱單腿 這時候對方緊緊扣著他 他不讓對方有施展拳擊的機會喔 想直接進入地板 壓制對手 陳宏睿他是陳宏俊 陳宏俊不好意思陳宏俊他擁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肌力體能喔 不過在戰力格鬥方面呢 據說他這是第一次來參加這種格鬥類型的一個賽事 不過看起來他體型跟體重都是在范根華之上 雖然這個范根華的柔術跟角力都有一定的基礎喔 但是因為量級的差距他可能不想一開始浪費這麼多力氣喔 好像不想要直接做進攻的選擇 這時候陳宏俊他扣著范根華的脖子 是不是想要施展類似斷頭台的一個技術呢 看起來范根華是想要被通的讓裁判站立喔 沒錯 這時候裁判立刻分開這兩個僵持的一個位置 因為如果沒有任何一方他拿到優勢位的話 裁判是有權力將兩位選手分開 好 這個陳宏瑞的雙手的防禦拿到非常高喔 不過對於腿法的一個防禦看起來是沒有太多的一個策略 喔 一個飛踢喔 轉身後踢 范根華直接使用那個很多踢級的技術喔 喔 踩踏鐵龍 他想要踩踏鐵龍踢擊對方喔 可是對方閃開了 看起來范根華的踢技也是非常之心 希望我們的鐵龍是可以Hold得住這個阿華的體重阿 因為他從雨量級 一如掌上來 現在來打了輕重量級 看起來是沒問題的喔 還是保持相當靈活的一個技巧 但是成功軍也相當沈穩喔 對他這種太華麗的這些動作 也沒有影響他的一個策略 還是穩扎穩打 希望把這個直拳給塞進去 陳宏瑞雙手拿非常高喔 所以踢氣雖然踢擊到他的腿部 但是他也沒有任何反應喔 但是這時候翻過下端邊腿之後 下一招可能是高端 上端的一個踢擊沒有錯 一直不斷兩段踢擊上端喔 可惜沒有被踢中到臉部的位置 喔 又是一個下邊腿 可是成功軍的他的腿部肌力 以及抗擊打力應該是相當不錯喔 到目前為止他的移動方面 是沒有太大的一個阻礙喔 還可以向前進逼 相當有鬥志於位好手 雖然被擊中這麼多腳喔 但還是不斷的往前移動 喔 這時候比賽鐘聲響起的瞬間 剛剛做了一個下潛的一個爆摔 看起來雙方在戰地技的技巧有一點落差喔 陳光瑞明顯是只有全部的攻擊喔 但是范哥華比較全面一點 他也有腳的攻擊 以及他的腳力跟柔術的技術 對 在陳光瑞來決定參賽的時候呢 93公斤 93公斤級 一開始是沒有對手的 那因為我們賽會非常鼓勵每一位選手 都能夠配對到他所屬的一個對象 那當時已經退役了 范哥華說那不然我來吧 當時他只有82公斤左右的一個體重 那等於是往上打 讓對方10公斤的一個體重來參賽 不過因為他戰鬥的資歷可能也是領先於對手 所以這場比賽也是難得啊 可以進入到第二回合 所以這是一個算是跨量級的對決喔 對 不過看起來范哥華確實有把他體重在往上揚啊 看起來他目前應該是有進入到輕重量級的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賽會非常嚴格喔 我們會需要選手在他所屬的一個量級的出賽 看起來范哥華非常的輕鬆面對這場戰鬥喔 態度非常的輕鬆 移動也非常輕盈 他還在找尋當年在賽場上的一個感覺 一個上段踢擊輕輕點到他的頭部 可惜這腳並沒有塞進去頭部喔 雖然陳鴻瑞的手已經放下來了 一個轉身後踢塞進去 感覺要塞到肚子喔 不過陳鴻俊的抗擊打力真的非常非常好喔 完全不為所動 現在陳鴻瑞不斷的逼近 但是並沒有出太多的拳腳喔 他是不是想要... 先主動施壓再做連續的一個直拳 是不是要做爆摔呢 像雙方卡在鐵龍上面喔 陳鴻瑞用他的體重壓制了范哥華的位置 哇...Dirty Boxing 雙方在鐵龍邊 動作非常非常激烈 這時候范哥華選手利用他頭部頂開了 陳鴻俊的一個下二 好... 這眼睛是不是有... 眼睛已經脫落了 不過裁判是不能在這時候終止的 比賽仍然繼續進行 沒錯 除非你的牙套掉落 不然隱形眼鏡是... 掉落是... 裁判是不會管的喔 好...看來... 比賽進入到了第二回合中段 雙方體能可能都... 可能都稍微有點嚇壞 這時候一個左勾拳 直接介入了比賽 哇... 直接KO對手啦 非常非常精準 哇... 突如其然一個左勾拳 就把... 對手給擊倒了 非常精彩一個動作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就到了一個碰檔 直接塞到一個大的左勾 HIGH FIGHTING競技是格鬥館的 范康華選手 他在賽前 特別加強訓練了拳擊的技術喔 一起到鐵龍中 總算可以發揮 他過去 在鐵龍中的一個風采 不過成龍俊俊隊 非常非常勇猛喔 遇到經驗比較多的對手 仍然勇猛的出賽 非常非常... 積極 非常勇敢的一位選手 這場比賽在第二回合 1分32秒 由紅方 范庚華 KO獲勝 掌聲鼓勵 太精彩了 今天的第一場KO 請修各位范庚華 頒獎 ize 開始 這個Monster Drink 也是我們本屆 賽會的一個贊助飲料 那他也在世界各地來贊助 不同的格鬥品牌喔 包含One Championship 包含UAFC BELATOR 世界各地的品牌 都會接受到Monster Drink的贊助 那當然台灣 最大